好他是说因为这个是来记的是在这个饲料里面的添加物 他并不是呢说是人类的保健食品这个部分 那今天早上呢他是出来澄清的时候 他又是自争俱拙 那讲的非常的小心翼翼 所以我先请教友志 就是说陈秦仲德讲的这一段话呢 我们到底有没有扭曲他的原意 我们到底有没有断章取义 他明明就是这样说的啊 我们有听错吗 大家没听错 但是身为律师性格的民进党这一般人 一定会为他们自己所讲的文字去找台阶下 就变成了各说各话 再加上这段文字是在民进党里面 那个叫什么耳朵出游什么Podcast 对对对 请问各位耳朵出游不出游什么什么之类的 请问你觉得民进党会把 引起争议的这一段放在上面吗 不可能而且我跟你讲 这一定是主持人做求给他了 对不对那搞不好事先陈秦仲提纲 我们也看了 对你自己想就知道 对陈秦仲一定是松懈心防 一个是劳心劳力加上松懈心防 为什么因为公投 现在已经搞了民进党上下 已经都乱七八糟了太忙太累了 第一件事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已经由禁灯枯 就是已经太多事情而且他又全员进出 所以他已经在四大公投的事情上由禁灯枯 就是能量几乎消耗在这上面了 消耗完之后呢又爆出了一堆有了没有的社会事件 所以他们已经疲于应付了 所以民进党生死存亡 你可以知道这些人现在脑袋里面 已经没有办法组织逻辑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由禁灯枯 所以如果继续大家可以坚持下去 先会我相信剩下一个月刚刚好 今天是27号26号25号一个月 你会看到更多类似的话 我想从今天开始大新闻大八卦 大家来可以开始好好的开心看 因为一定会笑料不停 因为一定会更乱嘛 你所有的能量全部消耗在上面了 然后就这样这么多事 你一定会越讲越乱 第二 陈金仲一定是由禁灯枯 累坏了之后 他在podcast他认为这是什么 自己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不对 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一定是觉得这是自己场合啊 地盘他自己的地盘 我讲给我自己人听就好啊 干嘛要多精准 前卫你不觉得 一个我们八部二会的官员 在外面不管任何场合 本来就应该要为自己的良心 跟科学证据讲话嘛 可是他可以选择说 自己的地方我就想说 你不觉得这群官员 已经丧心病狂到一个地步了 他不觉得 在podcast自己人更应该要讲实话 更应该要好好 就算你骗也要骗到真的 那我们可以相信嘛 他不是 他用这种 在夹缝中 端出一些看似有何逻辑的道理 然后其实对我们笑到现在 因为他轻忽了嘛 他的原文应该是这样子 如果我今天翻遍了各大的 我来来来 你来念好了 他说莱克多巴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产品 就是说比如说 猪你要养 让他长大 最后提供给我们当猪肉吃的时候 你除了给他吃饲料 饲料就像玉米啊 或是黄豆啊 这些混合的东西以外 你要添加一些添加物就好比是人 我们平常吃三餐 可是你会吃一些保健食品 我再讲一遍 你要添加一些添加物好比是人 我们平常吃三餐 可是你会吃一些保健食品 请问我们没有扭曲 我们哪里断章取义 没有啊 他自己说的啊 保健食品是让身体健康嘛 对不对 猪吃的这个莱克多巴胺 他的原始定义本来是气喘药 然后后来变成了减肥药 为什么叫瘦肉精 请问一下 除了你想要减肥的人 那你不想要减肥的人 比如说像月圆滋 你叫他怎么减 你叫他这减下去 那就被批包骨嘛 请问你月圆滋 你平常吃饭的时候 会不会吃维他命C 晚上睡觉会不会 会吧 晚上睡觉会不会 对啊 吃一些保健食品会吧 但是你会不会在吃三餐的时候 配吃减肥药 不会 不会嘛 但是这些猪没得选择 他一定被逼要吃减肥药 我们会在平常吃三餐 然后呢 还佩戴减肥药 除非真的体重过重的 那个叫特例 结果陈其中把这些特例 变成了 大家都应该这样 就是逻辑出问题嘛 完全出问题 可是他说他严正澄清 他从未说过萊剂是人类的保健食品 请相关人士不要扭曲解释 那就叫文字逻辑嘛 大家你看这样讲 那他就开放猪吃保健食品啊 台湾猪又不开放 我跟你讲 接下来他下一句话 一定会开始打这个议题 断章取义 大新闻大爆卦 给我断章取义 前面的文字都不看 只看后面那一段 然后就开始变乌贼战 然后每个人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然后两边的又往互相对方去倒 然后绿营的人看到这个 果然啊你们这蓝营就是在故意啊 扭曲啊断章取义 陈吉仲没有讲啊好比是人 我们平常吃三餐 可是你会吃一些保健食品 不就是这个意思啊 不然呢 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就是这个意思嘛 我还要替你解释什么 我跟你讲 陈时中为他解释了 陈时中说陈吉仲应该是比喻 猪吃这个莱基多巴胺 和人吃这个维他命 做一个类比 这不是就是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吗 但还是真的要问一下主委他真正的意思 意思是说我不帮你回答啦 你自己讲啦 因为他自己就已经讲了乱七八糟了嘛 你讲到高端疫苗他不是说 不然要怎样 对 你看 可是这件事情你看 陈时中的解读看法 跟我们是一样的 我最近还想要发一篇文章 后来因为太累没发 我想把现在的这些状况 把它封叫一封四傻 一封是谁苏贞昌 每天在那边嘻笑 骂人家每天笑 疯疯癫癫的 那四傻咧 就是徐国勇 你知道吗 球棒 然后陈其中 吃保健食品 陈其中 不然怎样 要不然就是王美花 在藻礁的时候 说外推啦 说什么 你看这些人 你不觉得很像 很像 他们的本意 我们大概都知道他要讲什么 可是他讲出来的 就是被我们笑 然后全世界都在笑 不管蓝的 绿的都在笑 然后他还要硬拗 不觉得状况非常非常的像 而且都不食人间烟火 不知民间疾苦 那如果是这种状况 你可以解读 他们真的累坏了 就是一个公投议题 把民进党 除了能量烧到如此 而且这些人已经没无心治国 我最担心的是这个 我笑着笑着就担心起来了 因为你看连这个是傻 是傻 每个人都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 就代表他们已经无心无力了 就是你人在累 在没办法肯定自己要讲什么话的时候 那就是累 而现在我们八部二会 就四个部长是傻 累成这样 你觉得台湾现在还有旺吗 我们要处于一个很恐怖的状况 有四个部长被累到 胡说八道 口不择言 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 如果真的让这样继续下去 不如让他一个痛快 10月28号大概四个同意就解决了 就让他们好好休息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累坏了 四个同意过后呢 苏贞他大概就拜拜了 苏贞拜拜了 就要开始整个改革 我就整个要倒革 全部要重来 那可以让这四傻 陈吉仲 徐国勇 然后陈时中 王美花 好好休息 部长你累了吗 那可以好好喝蛮牛 不要吃保健食品 好不好 你下来之后呢 我一定会送 一人送一箱蛮牛给你 好好补充体力 好好睡觉 所以大家再加把劲 四个同意 让四个部长好好休息 四个同意 让四傻 好好地恢复精神 那我现在要交 交办会这些 我麻烦大家 我喜欢大家刷一排的游戏 今天要刷什么 帮我刷四傻 四傻好不好 四傻 四傻 然后你后面要怎么演变 你要怎么加油添醋 由大家去发挥 大家来玩一下游戏 四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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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